众所周知呀 非这个英雄会爬墙 这就让他可以去到一个 其他人到不了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实战很难用的 而这一次是个例外 嘿嘿 打我 快打我 今天不知怎地 就是想被打 嘿嘿 出来勾引一下 嘿嘿 哎呀我真的好想死呀 求死呀各位 忽然之间就想到了 前阵子刷到的一个 训犬的视频里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时候要适当的 给一点点天堂 就比如让他打一下 他才会继续地留在你的身边 哎呀你们走行不行呀 他们舍不得 哎呀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魅力呀 过了许久我的队友终于来了 他们危在暂时 我果断出击 最终也是成功地救下来队友 好不愧是我呀 还有一个马超看 我上枪下枪两多元技能机飞 大招挂下哼 再见 操旅有一个下猴端 看我继续上枪 一技能下枪躲避击飞 两段一技能给他个击飞 打我 打我 哎乖了 但是你打不到咯 这个身为一个刺客 出手要果断 最终也是成功地从下猴端手中救下了我的三个队友 我可真是个大英雄 看见没 东黄也对我表达了感谢 这局游戏的前期抓人是特别顺的 由于没有什么看点我就给剪掉了 至于死的这一次嘛 所以因为我看对面太过可怜 就故意送了他们一个人头 哎 相信我的请扣衣服 相信我的请扣个完整的圆周率 好的 谢谢大家的信任 这局亚瑟竟然敢翻我家的红之街上去揍他 甚至他的血量没有到达我大招的断下线 我点伤害在使用大招二段带走 骄子离我去 先来无趣 来自家的野区转一转 偶遇马超 等他抽完两段已经能击飞 他瞬间就怂了 还开启了大招 我这么聪明 肯定不能被他消耗呀 所以我转身就走了 你们知道无敌的感觉吗 我在墙上 他在墙下 却怎么也触碰不到我 看下后蹲在我身边那么安全 马超也想过来看一看的嘛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偏爱 这下后蹲肉不垃圾的 我都不想打 我看你是打不过 怎么可能 那你打呀 我觉得今天天气还挺不错的 哇哦 好高明的转移话题 噓 干嘛 不要动 假装挂机 我正在等猎武 算了好像等不到了 哎猎武来了 加强两段A技能击飞 大招挂一下 呃回来打个红问题不大 可是这个压色不乐意 直接过来打我 但是我也能理解 这谁被反红那么多次 也应该有点怨气的 我要放你一马 好的估计重施 又是这个下后蹲 他仿佛已经对我完全没有了兴趣 但其实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兴趣 好的终于等到了 两段A技能击飞大招挂一下 再见 此生对面的射手都没了 拿什么手 直接一波 大拓挤 我们下车 到瑞丸